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去年年底调整及分拆GPU事业组织 原本负责GPU产品线的 加速运算系统和绘图事业群AXG将分为两部分 以消费性产品为主的业务将并入 英特尔客户运算事业群CCG 资料中心和超级运算GPU业务 则会并入资料中心和人工智慧事业群DCAI 英特尔看好电竞级AI等相关应用 将带动GPU强劲需求 独立显示卡和加速运算是未来关键成长引擎 所以将会分别针对目标市场 推出能搭配英特尔核心中央处理器CPU的产品路线图 希望可以集中火力 由超微级挥达的竞争者手中争取更高式战略 然而 英特尔显示卡业务部门 在3月下旬毫无预料的情况下 发生了重大人事变动 从AMD跳槽过去的GPU专家 Raja Koduri逼开了英特尔公司 去单独做AI创业公司 Raja本人日前也已经在推上证实了此事 还跟英特尔执行长及英特尔显示卡部门 在推上互相感谢 道别 但没有提到离职的原因 至于Raja的未来发展 他会去现在大热的AI行业 成立一家新公司 但还没有公布名字 主要从事游戏 多媒体及娱乐方面的生成是AI 考虑到Raja的影响力 他在AI行业创业应该不会缺少投资者 后续应该会有更多消息 尽管Raja的离职很突然 但也不是毫无迹象 去年12月底 英特尔突然调整了之前 备受重视的AGX绘图视野部 拆分为游戏及加速卡两个部分 Raja之前是原执行副总裁 AGX事业部总经理 耐番调整之后重新做回家构长 专注技术工作 另外 当时Raja个人还有个意外情况 称自己在出差途中腰部受伤 需要紧急手术 将会休息大约一个月 其实这一幕 他在AMD前显示卡部门 RTG担任负责人和架构长 集团高级副总裁 就已经上演过一次了 2017年 Raja也是宣布休假 然后几个月后离职 接着在11月份跳槽到英特尔 开始执掌英特尔显示卡业务 现在看来真是风水轮流转 其对于英特尔的贡献还是不小的 在Raja任内 英特尔最终推出了 XE架构的高效能GPU 并应用在笔电 桌机及数据中心中 然而 在独显这个市场上 做好并不容易 目前为止 英特尔这部分业务 还是在烧钱的 去年到现在又遇到了行业不景气 变动增加也是迫不得已 在英特尔现有ARC架构 GPU及消费性独立显示卡发展部分 英特尔虽然今年面临生产链库存 去化压力 应与面临较大挑战 但GPU研发维持原计划进行 据业界之前消息 英特尔将会在2024年下半年 推出XE2架构的第二代BattleMage 绘图晶片 并在2026年下半年 推出XE3架构的第三代 Celestial 绘图晶片 随着人工智慧 AI及电竞等应用需求 维持成长趋势不变 英特尔调整及分拆绘图处理器 GPU事业组织后 据台湾媒体工商时报 4月上旬报道 业内消息指出 随着英特尔第二代BattleMage 和第三代Celestial 将分别在2024年 及2026年推出 台积电得以继续拿下 4nm及3nm晶圆代工大单 虽然英特尔已投入庞大资金 兴建4nm及更先进制程晶圆厂 但GPU产品线仍会维持 与晶圆代工厂合作的营运模式 而台积电已成为唯一合作伙伴 据了解 第二代BattleMage绘图晶片会 采用台积电4nm制程 预期2024年上半年就会开始投片 第三代Celestial绘图晶片 将采用台积电3nmN3X制程 2026年上半年开始进入量产 再者英特尔针对AI 及高效能运算HPC 打造的Ponte Vecchio绘图晶片 其中连接晶片及运算晶片 分别采用台积电7nm及5nm生产 第二代Re-Altobridge绘图晶片 传出以取消 资源将集中投入全新Belkin Source 绘图晶片开发 业者预期 连接晶片及运算晶片 将会采用台积电的4nm及3nm 2024年开始进入生产阶段 希望2025年可以对客户出货 英特尔在IDM2.0的路上越走越远 现在已经开始放弃与此无关的边缘业务 不久前 有消息称 英特尔将与笔电5G WWAN产品开发的技术方案 转让给联发科和广合通Fibcon 预计5月底前完成 英特尔将于7月前彻底退出5G数据机市场 另外 台积电虽调降今年资本支出 但3nm扩产维持原计划进行 除了3nmN3制程已经进入量产 3nm加强版N3e制程将会在第4G进入量产阶段 随着此次库存调整将在上半年结束 台积电已看到3nmN3和N3e制程 皆有许多客户参与 量产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产品设计定案数量 将是5nm的两倍以上 台积电并认为 3nm家族会是未来几年里 另一个大规模且有长期需求的制程节点 业绩人士指出 苹果 英特尔 超微 辉达 高通 联发科 博通等主要客户 明年会陆续完成3nm新晶片开案 受到消费性晶片库存调整影响 台积电预期 上半年美元营收将较去年同期下降5%至9% 并呈现逐渐下滑趋势 但随着生产链库存调整告一段落 下半年营运将重拾成长动能 法人看好台积电 今年营运将呈现V型反转 下半年合并营收将占稳200亿美元大关 并逐绩创下新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3月下旬 获办2023年科瑞维安全球百大创新机构奖 副法务长表示 创新是台积电企业的核心价值 台积电的第一项创新 其实源自1987年公司成立之初 率先提出全球机体电路专业制造服务的创新模式 而台积电30年来致力研发创新 坚持自主技术 2022年研发经费高达54.7亿美元 占当年度营收8% 这是为何台积电能提供每一代新技术的原因 包括过去的7奈米及5奈米 一直到最新的3奈米 台积电用专利与营业秘密双轨机制 保护创新成果 并根据研发蓝图超前布局研发专利 建构出半导体领域庞大专利版图 目前台积电在全球有5.7万件专利 去年台积电跃居全美第二大专利申请人 也是台湾多年来申请专利的第一大 而且在美国及中国 台积电的专利申请获准率更达百分之百 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台积电 不是单一公司的创新 而是带动全球产业链创新与蓬勃发展 让客户每年实现数千种晶片的创新 这些晶片遍及通讯 人工智慧AI 物联网 航态 云端 车用 医疗等 晶片的广泛应用 让人类生活与工作带来革命改变 而释放全球产业创新动能 是台积电伸为全球企业公民的使命 期许推动全球产业技术创新 与专利保护双重升级 总的来看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虽持续受消费性电子需求疲弱影响 导致上半年产能利用率出现下滑 下半年复苏动能也不如预期般强劲 但台积电在三奈米制程仍领先竞争同业 随着下半年苹果 英特尔等大客户开始采用三奈米投片 2024年对台积电来说 将是三奈米家族制程 订单接好接买的一年 年度营收及获利渴望 蓄地新游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